路灯 我时常看着从身后呼啸而过的路灯 就像看着自己的曾经 那么沉默 又显眼地站在那儿 而时间是一列永不停歇的车 带着我抛开一个又一个的路灯 我穿一个款式的鞋子 有很多年了 基本上都是帆布之类的 我用一个牌子的笔好多年了 喜欢的一个颜色从来没有改变 用一个钱包 也好多年了 所以我是一个念旧的人 总有一些人和破碎不全的记忆 一点一点地在脑海里面适应实现 像漂浮在大海上的泡沫 渺小的时候常常看不见 偶尔发现 却感觉到如此突兀 无法掩饰 沉不下去 在人人网上 无聊地搜索起 曾经那些儿时的玩伴 国家地大物博 但是名字 就那么几个 一搜 一大堆同名同姓 我知道 有些再见 其实就是再也见不到了 幼儿园的时候我就坏 那时候我就亲女孩子 那女孩一直说以后要嫁给我 我就送了她一个玩具 算是定情信物 有一天 她外婆笑着跟我妈说 你儿子亲我家的外孙女 搞得我家的孙女要嫁给你儿子 妈妈只是笑 妈妈说 到时候人家有了小宝宝 你就跑不掉了 当时我就害怕了 一怕 我就不敢再靠近她 不敢再跟她说话了 老妈说 带我上幼儿园 是全世界最累的事情 因为我从出家门那一刻开始 就泪流不止 一直哭到幼儿园门口 然后老师会带着其他的小朋友 来门口迎接我 其中有很多我喜欢的小姑娘 那一瞬间 眼泪就止住了 后来 幼儿园毕业照的时候 我穿着一身黄色的衣服 不知道 谁在额头给我点了一点口红 满脸忧愁地面对着镜头 我想 我当时是舍不得 那些祖国未来的花朵 姐姐 常常也回忆起 她大班的时候 被一个男孩给欺负了 我当时还只是小班 我冲上去 咬着那个男孩不放 姐姐说 那个时候 我就像一条正义的小猎犬 那个男孩哭了 我也哭了 那个男孩是被咬哭的 而我是被气哭的 而每天幼儿园放学的时候 爸爸妈妈总是很忙 保姆也总是打牌 忘记时间 我站在幼儿园门口 看着小朋友们 一个一个都回家了 就会由于伤感 忍不住地开始哭 姐姐这个时候 就会化身为一个魔法师 伸出手掌 然后头头是道地告诉我 她看到爸爸妈妈 正在来的路上 或者她看到保姆 正在来的路上 我一听 就从哭泣 变成抽泣 最后 姐姐又说 我想他们应该 给我们买了好吃的 我便从抽泣 变成了平静 这些片段 总是时常出现在脑海里 饭桌上 爸妈和姐姐的嘴里 然而 日子一天一天的过去 时常想起那些小花朵 但我估计 早已经散落在天涯了吧 姐姐也有了男朋友 有了工作 很少回家了 总是想起那个 吵吵闹闹 要姐姐这样 或者是那样的小男孩 也总是怀念 那个嘴巴犀利 但是每次 都心软的姐姐 而不变的是 路灯 依然立在那里 沉默不语 你一路前行 不知道 是你抛弃了他们 还是他们 抛弃了你 周末快乐 晚安 你一路前行 一定有一些忙 想回到古代 就像一些人 渴望莫变 就像一些鲜花 渴望干燥和枯萎 这样就能插进花瓶 我像一样 要想起那个 但是我 你能 在那里 这样 可 的 就像一些人 怀念莫变 就像一些鲜花 渴望干燥和枯燃 就像一些鲜花 渴望干燥和枯燃 这样就能插进花瓶 就像一些花瓶 安静的洁白的花瓶 就像一些花瓶 落满了灰尘的花瓶 就像一些花瓶 安静的洁白的花瓶 就像一些花瓶 落满了灰尘的花瓶 就像一些花瓶 落满了灰尘的花瓶 就像一些花瓶 落满了灰尘的花瓶 谢谢大家